走一下 要走過來就好 只見少年不聽 還是抬腿一跨越過欄杆 但是少年可不覺得危險 還是踩在手伏梯的把手上 雙腳一躍 直接跳上正在運轉中的手伏梯 做出這誇張舉動 還笑得樂不可知 另一名少年健壯 竟然也跟著效仿 只見他停頓一下 還要另一個人回過頭幫忙 兩人脫序行徑 讓民眾直呼太誇張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動作 7月24號桃園知名家具行內 有兩名疑似國中生的少年 在暑假期間 不去樂園公園 直接將賣場 當成了免費稀稀玩耍的地方 而同行有人不但沒有出演勸阻 嘴上說著危險 卻顧著拿手機錄影 根本是將危險當有趣 如果一不小心摔下來 滾落運轉中的手伏梯 受了傷到底是誰該負責 記者劉志展貴宣 桃園猜訪報的喔